你又想吃什么 我来坐 自命 不过我想要对你好一点 我还是要好好努力的 来 尝尝 这道菜 是我妈妈叫我做的 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 我爸爸被警察抓走了 我妈也因此得了抑郁症 没过多久 就自杀了 所以 生日对我而言 再代表不了快乐 只是 只是一些 痛苦的回忆 所以我真的不是为了要给你难堂 对不起 我想给你过生日 是因为 我觉得生日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天 那一天一定要开心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不用把开心 特定到某一天 如果那一天 给你的回忆很糟糕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成普通的一天去过吧 我们就没有这样了 我们不被告疑 手套 你还没有 力气 特定是一个人 你看 人家的 还没有 应该是一个人 所以我来做 还有一个人 我说让你出来了 儿子 很精彩 在你耳边说等待 在等时间证明未来 在无边系空和茫茫的爱 每一个瞬间你都在